好 再来关心又出现了新的校园女神 而且回来女神来头也不小 她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女儿宋振麦 她去年初辞掉美国的教职 到中原大学紧关系来认教 而因为这个装扮散发着亲手女的魅力 迷倒了不少男大生 被封为校园女神 头发晚上季戴着咖啡色焦荒眼镜 专心听着同学上台报告 她是宋振麦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帐上明珠 在大学正教的模样 首度开放让电子媒体进入教室拍摄 态度落落大方 直见她素颜穿着黑色衬衫 外搭皮质黑外套 一边聆听同学的作品理念 还不时转着笔 仔细看双手的指甲 涂上绿色指甲油 多了份时尚感 同学报告时还贴心帮忙递作品 报告完讲评态度很亲切 为了不让学生上课受干扰 宋振麦下课后才愿意接受采访 走出教室我们看到她全身模样 黑色上衣搭配灰卡吉色宅馆九分裤 以及黑色尖头高跟鞋 就是这份气质让同学们私底下封她为女神 封女神不敢当 不过学设计出身 对于穿着宋振麦有自己的看法 穿着是一个礼仪吧 我既然是一个年轻的老师 那我希望来学校的服装礼仪 是符合我的这个职位 以及对学生的一个尊重 大学毕业之后 宋振麦一直在美国进修就业 去年因为要照顾母亲陈万水 辞掉美国的工作 返回台湾任教 陪伴照顾家人 他也透露在中原大学的任期只有一年 未来可能再度到纽约工作 不过也不排除再度回台和学生交流 中文新闻黄主华桃园采访报道